哈喽大家好,C家车探的Yuki讲 本期探店的嘉宾就是广汽传奇旗下的引爆混动版了 那售价是在12.8到14.8万元的这个区间 总共是有两种版本 那这台车呢,是为广汽传奇旗下的一个重磅产品 非常多的消费者还是挺关心它的一个混动系统这个版本的产品力的 那在有了广汽传奇自研的巨浪混动系统的加持下 引爆混动版这台车又能否在竞争激烈的混动市场当中脱颖而出呢 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 那引爆混动版这台车呢 它搭载的混动系统是广汽传奇旗下自研的GMC的那套巨浪混动系统 与引库的那套混动系统是同一套系统 这套系统的话可以做到百公里的油耗4.33这样的一个低油耗 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前脸 那前脸的话跟许多燃油车转混动车型一样 它大致上的造型都是没有变化的 但是会有一些混动新能源身份的细节改动 例如像它的这个车标 车标内圈的话是一个蓝色的这个光明的这种感觉哈 这其实也就是它新能源身份的一个象征啊 比较细节的一个地方 再来就是我们拍的这台车呢 它的前脸就是比较简洁 因为它是一个低配版的车型 包括它的这个中腕造型的话 它是有一点像那种鱼骨造型的中腕 跟高配版的车型中腕造型也是不一样的 再来就是两侧的话低配版的造型会更简洁 高配的话它还会有一些更运动氛围的造型 然后再来到就是它的车身颜色 混动版的车型的话 它有新增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车漆颜色 是有一点点那种蓝灰色蓝灰色的感觉 它是一个蓝色但是的话是比较比较淡的那种蓝色 可以叫它那种奶白蓝的那种感觉 然后整体在阳光的照射下的话 它的光影效果也是非常的炫酷的 我们再来到侧面 侧面的造型的话跟燃油版车型是几乎一致 没有变化的依旧是非常简洁的风格 我们去到尾部 那尾部造型的话与前脸相呼应啊 依旧是细节处做了调整 像它这个车标内部的蓝色光晕一样的 然后尾部的话也是一个混合动力的标识 我们去到内部 那来到内饰里面的话 能够感觉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它 内饰的一个氛围感的一个变化 燃油版的车型的话 内饰可能更运动可玩性更强一点的那种氛围感 但是到了混动这个车型上面的话 因为它新增了一个这种蓝色和白色 搭配在一起的这种比较温馨的内饰配色 所以让整个车内的话这种温馨的感觉 温暖的感觉又多了几分 就不像之前那么运动化那么激进的感觉了 但是也不失一些有乐趣的元素 例如上它的这个中控台的面板上面 还有门侧这个开门把手的这个面板上面的话 它也加入了一些碳纤维的元素在里面 在视觉效果上的话也是有一定的冲击感的 然后再来的一个变化呢就是除了这个类似配色 还有就是它的安全带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安全带了 那原来燃油版车型上面的话 为了搭配上这个车的一个就是运动的这种可玩性 它做的是那种彩色的安全带 那现在的话是一个黑色的 然后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个座椅的一个舒适度 座椅的这个柔软程度的话其实还是不错的 它是这个座椅的填充物 相对来说还是蛮柔软的 然后在这个背部和底部的打孔也是非常多的 透气性也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我们去到后排再看一下 那来到后排的话 它整个后排的一个配置上面 包括座椅的舒适度上的话 其实都是中规中矩的一个配置 常规的一些东西的话也都是有搭载的 空调出风口啊 USB的一些接口等等的这些 常规配置也都是有搭载的 回过头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引爆这台车呢 之前在燃油版时代的时候呢 10万出头的价格 就已经本来很居性价比了 现在新增了混动版之后呢 又在燃油经济性这一块 再次给它做了赋能 在这个油费上涨的时代 这才是消费者需要的 那在新增了混沌版车型之后呢 做了一些细节的改动之后 引爆混沌版这台车就给我一种就是很居家 很懂我的那种感觉 那在使用的一个用车的养护成本上的话 也得到了一个有效的降低 最后的话就是这台车 它因为有两个版本的配置嘛 那今天我看下来之后呢 就是高配版的那个车型的话 其实会更想要分享给一些 就是你可能还是想要自己的车具有一些可玩 现在外观上面的话 可能还是要更有视觉冲突的效果一些的 因为在外观上的话 高配版的那台车 它毕竟前脸还是有一些更运动的造型 做一些视觉冲击的效果的 那低配版的这台车的话 如果您就是考虑性价比 或者是预算有限的情况下的话 那它所有的配置 也都是完全足够日常使用的 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一台引爆混沌版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下方评论区告诉我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